前世我为青烟付出一切 她却爱上了混混笑霸 直到笑霸车祸死亡 青烟重新回到我身边 我为她举办盛大的婚礼 财产全部记在她的名下 以为自己能捂热她的心 但换来的却是青烟无尽的报复 父母被送进精神病院 坠楼惨死 社会人打断我的腿 把我关在狗屋吃着狗饭 日日被她羞辱 直到我以为自己获救 她突然出现在医院 用愿毒的目光看着我 都是你害死了李峰 我要你为她偿命 她拔掉我的氧气罩 看着我扭曲挣扎着厌寝 我怀着恨意重生 此时青烟正命令我喝掉 她吐了口水的红糖水 我直接将杯子打翻 这一事 我再也不做舔狗了 沈厅君 给我泡杯红糖水说话的主人 正在摆弄一封很俗气的 眉粉色性风 语调轻柔动听又漫不经心 她白皙的脸庞上 是恰到好处的五官组合 看上去张扬美丽 我望着熟悉又陌生的脸 恍然回到了高中时期 不 这就是高中 额头上的疼痛 让我骤然清醒 我嘶地叫出声音 面前的女孩怒目望着我 以及地上滚落的保温杯 周围同学投来了 好奇八卦的眼神 沈厅君 你听到我说话了没有 柳如烟声音软软的 就算是怒气状态下 也跟撒娇似的 以前的我 就是因为她的外表和声音 一直认为我的青烟 是个善良的女孩 事实证明 我错得离谱 她简直是个 蛮横无理到极致的女人 再加上我舔狗兴致 让她更觉得 我可以随意使唤 就像现在 因为没有及时 给她冲红糖水 她就不耐烦地 把保温杯扔到我的头上 而以前的我 不仅不生气 还会舔着脸道歉 立马去完成她的要求 听到了我揉着额头 冷冷回答 柳如烟愣愣住了 她没想到我态度这么 冷淡 那你把杯子捡起来 快去给我泡红糖水了 柳如烟眨眨巴着眼 说得理所当然 我心中冷笑 小时候 我和柳如烟 定下娃娃亲后 我就把她当成 未来的妻子 细心呵护 她在我眼里 蛮横霸道是娇俏 恶言恶语是撒娇 连偶尔被我看到的不屑和厌恶 我都当成 她对我毫无保留的情感表露 难怪说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柳如烟不仅让我一无所有 还害死了我的爸妈 将我当狗一样折磨 害我躺进重症监护室 最后拔掉了我的氧气账 我活活窒息而死的那刻 突然醒悟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再做舔狗 我直接拒绝 不去教室里一阵哗然 看来我以前舔狗形象深入人心 大家都不相信 我居然还会拒绝柳如烟 柳如烟愣愣住了 随即心里生腾起怒火 随即 他突然想到什么 自己捡起杯子去泡红糖水了 回来时 我清楚地看到 柳如烟朝着杯子里吐了几口口水 然后把他递到我的面前 柳如烟昂起下巴 沈亭君 你把他喝了我就原谅你刚才拒绝我 要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我脑海里突然想到婚礼上 柳如烟说永远不会爱我 会恨我一辈子 报复我害死李峰的话 他做到了 甚至还害我一家都惨死 我余光看到他桌上的眉粉色信封 心里的复仇的情绪来得又快又急 等我反应过来 柳如烟身上倾倒下热烫的红糖水 啊 柳如烟尖尖叫起来 他的手被烫红了 被打湿的地方冒着热气 黏糊糊的 我把讲台的麻布往他身上擦 不好意思 手没拿稳你不会怪我吧 柳如烟恶狠狠地瞪着我 似乎马上要教训我 我拿起他桌上的信 打开 这是什么 柳如烟立马从我手上 抢回那粉色的信纸 还有房卡 上面自己丑陋 说是小学生写的都有人相信 我知道 写信的人是笑霸李峰 那个打破我和柳如烟平静生活的男人 二 说是笑霸 不过是个高校里的小混混 李峰学习很差 整天逃课打架 无恶不作 可能是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吧 李峰性格乖张恶劣 却更加吸引女孩的爱 包括柳如烟 他从小被当作淑女教养 成绩不好就学习才艺 高中直接走了才女的路线 表面乖巧的他 心里早就压抑着一颗反叛的心 所以当他收到李峰爱情交流的信时 兴奋地找不找本 前世 我看信就知道 这李峰不过是想和他约炮 我怕他受伤 极力阻止 不惜告诉柳如烟父母 导致柳如烟没能赴约 保下了清白 柳如烟因此十分讨厌我 做任何事情都要给我添堵 他和李峰联手 让我失去了保送资格 不说 还差点没考上大学 李峰出意外死后 柳如烟把对他所有的爱 转化成了恨 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死的那天 他仰天大笑 说终于为李峰报仇了 天知道 李峰的死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仅是个舔狗 还是个炮灰 都是多管闲事惹的祸 现在 我才不管柳如烟被约出去后 会不会出事 甚至在必要时刻 我会劝导他们别分手 让他们永远所死 别去祸害其他人 柳如烟收起花痴的笑容 把信贴在自己的胸口处 沈厅君 你可要把我打掩护 要是你告状 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同样的威胁 我一笑而知 放心 我不会管柳如烟看到我答应的爽快 心里却觉得怪怪的 他忍不住开始细数李峰的好处 他是我见过最慢的男人 不仅会打架骑机车 还会喝酒抽烟 这样才是个男人啊 多潇洒四溢 为人还仗义 就连他的名字 都如风般潇洒 沈厅君 你真应该跟他学学 说不定我就喜欢你了 柳如烟的Pure 对我毫无影响 甚至有点想笑 那正好 他约你了 你们就在一起吧 我心里只想说 让他别再来祸害我 既然李峰在他心里千好万好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破坏他们的姻缘 我倒要看看 柳如烟和他在一起后 能有什么下场 柳如烟却觉得 我是口不对心 在吃醋 行了 沈厅君 你嫉妒李峰的样子真丑陋 我要是知道 你偷偷告诉我爸妈 你就等着吧 我真的 这辈子都会讨厌你 恨你 他紧紧盯着我 是要我对他的警告 做出回答 真是讽刺 上赶着不要脸 我为什么要阻止 我绝对 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爸妈 我认真像是在发誓的表情 赢得了柳如烟的信任 也许是他想起 我曾经舔狗行为 觉得我实在是好拿捏 他笑得很甜美 做事要抱住我 沈厅君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我皱着眉躲开 擦过他胸部的手并不舒服 从前的我会为他甜甜的撒娇 感到兴奋 现在只觉得他太脏太恶心 柳如烟以为我在害羞 咯咯地笑起来 我能察觉到他神情下隐藏的不屑 现在想起来 我怎么会喜欢这么个虚伪的人呢 柳如烟已经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开始用自习的时间化妆 他要以最美的样子 去迎接晚上的约会 我快速写完作业 放学后没等柳如烟自己就走了 反正平时我沾着他 他都不耐烦 更何况是和李峰约会 说不定在他心里 还表扬我失去 三 回到家 还没进去就闻到阵阵浓郁的饭菜香 爸爸在摆放碗筷 妈妈在厨房炒菜 时不时 两人还在往家门口开 期待我出现在家门口 多么温馨和谐的画面 可七年后 父母因为自己对青年的执着 被害地住进精神病院 每天被注射药剂 弄得精神恍惚 最后被推下楼惨死 我不由得落泪 心里的愧疚将我淹没 爸妈看到我站在门口哭 以为我在外受了委屈 廷军 你怎么了 妈妈担心地看着我 是不是柳如烟又给你气瘦了 还是学校有人欺负你 爸爸更是严肃以待 仿佛只要我说出缘由 他马上就要帮我讨回公道 我不知道怎么说 难道要告诉爸妈 我因为他们上辈子的惨死 所以伤心难过吗 可我支支吾吾的样子 更是印证了妈妈的话 因为 我只会隐瞒柳如烟欺负我的事情 太过分了 爸爸一拍桌子 求着订娃娃亲的是柳家 欺负我儿子的又是柳家 我看这娃娃亲 还是取消了算了 免得我们被占便宜 还讨不了好 柳家的生意 一直是靠着我们家 露出的资源 这也是柳如烟 再没碰到李峰前 为什么讨厌我 却不会把我得罪彻底 我连忙拦住父亲 不是我不想和柳如烟 取消娃娃亲 而是现在时机不对 我预料想到柳如烟 今晚肯定会出事 现在退清 未免有算计的嫌疑 等出事后 再去捉监柳如烟和李峰 才是万全之策 不是的 我只是学习压力太大了 而且这么久没见到你们 想你们了 我半真半假地说道 爸妈对视一眼 不知道有没有相信 他们揽着我的肩膀 轻轻拍着 都多大人了 还哭鼻子 儿子压力大 哭一下怎么了 你别太凶 爸妈维护着我的自尊心 我心情慢慢转好 可心头的阴霾 还未完全散去 今天重生经历的一切 都让我想到 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前世 我阻止柳如烟赴约 保住她的清白 她却反而厌恶上我 处处给我找茬 尤其在第二天 李峰的腿被打骨折后 柳如烟都觉得 是我找人干的 其实是李峰 招惹了社会上的混混 被打了一顿出气 她向柳如烟求助 电话被我接了 我转给混混一千块 拿钱将人打发 救了李峰的性命 但这笔转账却成了 我买凶的证据 不管我怎么解释 她都不相信 这辈子 我选择推波助澜 任凭柳如烟跳进深坑 万劫不复 晚饭结束 我爸果然接到了的电话 柳如烟出事了 四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这么惨 在被推进急救室时 警察简单解释了下事情经过 李峰和柳如烟招惹了混混 被拖到没有监控的巷子里时报 她见识不对 把柳如烟推出去挡灾 自己骑摩托修得跑掉了 柳如烟成了出气筒 被小混混欺负 还拍了照片 要不是热心群众路过 听到声音立马报了警 她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 真是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我心中冷笑 涌起痛快的情绪 没了我插手阻止 她的下场还真是惨烈 柳如烟脸色苍白的从极就是推出来 她妈妈追着哭了两声 转而怒骂起我 你不是天天跟着柳如烟吗 怎么能抛下她一个人 好像我是柳家的小司 柳如烟走哪 天天都跟着似的 倒是柳爸爸从警察口中得知真相 脸上骚得慌 别怪廷军 她也不知道 都是我们不好 没管好女儿 我爸妈恼火于柳妈妈的指责 自己的女儿跟男人跑出去开房 发生意外 却怪罪在他们儿子身上 难道他们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非要柳如烟当儿习不可 老柳 别说了 我想两个孩子小时候的玩笑 当不得真 这娃娃情 以后就不要再提了按照我爸的想法 孩子不能结亲家 也能当个普通朋友 可柳妈妈知道自己女儿下体撕裂 身上还有多出伤口后 害怕她嫁不出去 听到我们的要求 就觉得是落井下石 不行 要是沈亭军跟着柳如烟 就不会出事 她必须负责 我妈气得发抖 你们讲点道理 自己女儿养成这副模样 我们还得捡破烂 你说谁破烂 柳妈妈被刺激到了 她冲上来要去和我妈纠缠 被医院管理人员制止 后面是柳爸爸呵斥 她才不甘心地停下 听君 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柳爸爸苦笑一声 还算明辨是非 能请你去劝劝柳如烟吗 她平时都听你的话 我忍不住抽出了下嘴角 听话的 应该是作为舔狗的我才对 但柳家已经退了一步 我们家在冷漠 就是真的落井下石了 碍于某些原因 我只能答应 我一进去 柳如烟还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这可不行 柳如烟 你恨她不小心抛下你吗 我的话让她有了反应 不小心 对 李峰不是故意的 都是那些坏人 她害怕才跑走的柳如烟 越说越激动 是啊是啊 我敷衍地点头 有可能你被送来医院时 她正好回去救你 错过了呢 毕竟我们都是学生 害怕是正常的 她能回去救你 说明是把你放在心上的 我的话得到了柳如烟的赞同 你说的对 她皱起眉 厌恶到 谁多管闲事打的电话啊 害我差点误会了李峰桥 真是个恋爱脑 还是个不懂知恩图报的恋爱脑 我可不能让好心路人 像上辈子的我一样 被无辜针对 也许这是上天对你们爱情的考验 真爱没有猜忌 你们挺过来 就会永远在一起 我被自己的话恶心到了 但柳如烟看起来 似乎颇为认同 我走前 她还一直强调李峰是有苦衷的 不是故意的 回家已经是深夜 我沉默地回房刷题 父母担心我 爸爸跟着到了我的房间 听君 你还惦记着柳如烟吗 以前我对柳如烟的喜欢 真的是肉眼可见 不然今天柳妈妈 也不会再什么事情都没了解清楚 就下意识责怪我 还不是我舔狗的身份 深入人心 我摇摇头 爸 重要的是下周的保送考试 至于柳如烟 我早就放下了爸爸松了口气 门关上前 我还听到父母的对话 你说柳如烟以前看着挺乖巧的一个孩子 怎么变成这样啊 管他变成什么样 只要别来祸害我家孩子就行 我的笔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柳如烟的事情 没有让我产生任何不稳定的情绪 物 明天就是保送考试 保送是学校抽取几个人参加 前三名去保送的大学又参加面试 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我常年全校第一 只要不出意外 保送名额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班主任是个负责的中年妇女 她很关心我考前的状况 当我来到办公室 就听到一阵训斥的声音 做人不求你们成绩有多好 但至少要有羞耻心吧 你们两个不仅在学校高调谈恋爱 还影响周围同学的学习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就给你们记过叫家长了 教导主任唾沫横飞 站在他面前的两人不以为然 各自低头玩手指 这样的态度 让教导主任更气了 在看到门口的我时 他的眼睛一亮 你们学学人家沈廷军 学习好人品好 尤其是你李峰 就不能把心思放在正式上吗 李峰还没动作 柳如烟倒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不用多猜 就知道他脑子是怎么想的 怪我的存在 让他心爱的李峰丢脸了呗 我来到班主任的面前 听着他细致的关怀 背对着他们 我听到李峰的冷笑 然后是办公室的一阵惊呼 就连班主任都紧紧拧起眉头 我转头看去 好家伙 两人在教导主任面前 表演起相濡以沫 嘴巴像被强力娇 粘在一起 难分难省 分开时 李峰还播的一声 在柳如烟嘴上亲了口 柳如烟满脸享受 你告诉主任 沈廷军跟我 谁更难忍 柳如烟毫不犹豫 当然是你 宝贝 李峰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奈何我根本不在意 只把他当个批放网 教导主任 气得蹊跷生烟 给我滚出去 明明是被灰溜溜 赶出去的两人 脸上却写满了骄傲 我有时候都不理解 在教导主任面前接吻 是会给他们 搬个叛逆的荣誉徽章吗 从办公室出来 转角就碰到 早已等候我多时的 李峰和柳如烟 我无视他们 想要绕过离开 李峰挡住我的去路 耸祸 看到你女人在我怀里 都不敢吭声 太严厉的讽刺和不屑 明明白白 喝 一对狗男女 我不需要在乎 但我知道 现在并不是反击的时候 李峰见我不动弹 以为我被吓住 闹肿 就算学习好又怎样 出去闯荡 早晚被人啃的骨头都不剩 就算在学校 你除了几个成绩 还有什么 想离开就跪下 把我鞋子舔干净 他想折腾报复我 柳如烟却一声不吭 用心性眼望着李峰 以前的勤奋都为了狗 我是真的瞎了眼 如果我不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峰飞来硬的 我也不是个孬种 他呲牙咧嘴 握着拳头 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还没等他出手 老师很快就赶到了 李峰不甘愿地离开 走前 他看向我的眼神 阴狠恶毒 我没把他当回事 再怎么狠 不过是个学生 除了动点小心思 恐吓威胁外 还能有什么招数 事实证明 我真的低估了 他们的恶毒 明天就是保送考试 我正在收拾准备 要用的东西 柳如烟打电话过来道歉 言辞恳切 还想约我明天早上赔罪 话里话外 还有隐晦的心暗示 我听得都想吐 以前自己到底怎么看上他的 不知检点 不择手段 我拒绝后 家里的大门被柳爸爸敲响 他背脊弯得很低 请我原谅他女儿的行为 看来 柳如烟自己出手不成 还把家人请出来了 想起前世的经历 我知道不答应不行 至少答应后的事情 还在自己的掌控中 于是我同意赴约 睡觉时 我梦到上辈子 那个愚蠢的自己 李峰极度我成绩好 利用柳如烟把我骗出来 找人折磨我 打断我的右手 让我住进医院 失去了保送名额 这一世 同样的借口 地点和时间 我仿佛看到那条幽暗的巷子 散发出血腥的恶丑 从梦中醒来 我背后惊起一阵冷汗 李峰 柳如烟 我绝不会让你们如愿 六 熟悉的巷口 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 因为它 我失去了保送资格 之后高考 柳如烟给我下了解药 害我发挥失常 直上了所普通211的学校 我没有怪她 她却把李峰意外的死 按在我的头上 害我家破人亡 既然给我重来的机会 我绝对要改变命运 出来吧 我知道你们在等我 在进入巷子前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三四个小混混 从垃圾桶后走出来 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李峰走在最后面 挑衅地看着我 哈哈 没想到落在我的手上了吧 老子今天就废了你的手 他率先冲上来 我背着的高尔夫球棍 成了好帮手 李峰绝对是个外强中干的 我随便一扫 他就倒地哀嚎 剩下的混混是他花钱买来帮忙的 自然不好意思离开 于是冲上来想支付我 幸好我来前十分钟就已经报了警 他们还没碰到我的衣角 就被警察逮了个正招 多亏李峰找了的死胡同 他们根本没办法跑 李峰包括几个混混 跟着警察回去做笔录 麻烦解决了 我想今天的考试应该会顺利进行 走出巷子 我感觉头皮发痛 眼前一黑 是 是你自找的 谁让你欺负李峰 语人的声音害怕到颤抖 又流露出恶意 我倒在地上时 心里发寒 真是可笑 说着道歉 下手的力度却一点不轻 上辈子柳如烟一直没出现 我以为他不在现场 没想到 他只是看到我受伤没出来而已 现在李峰受伤被抓 他倒是不再躲藏 柳如烟举着一块砖 眼看着就要往我的右手砸过去 我心中愤怒无比 却没办法反击 救命啊 清澈的女声响起 柳如烟扔掉砖块立马跑了 我晕过去前 只记得一双黑棕色 带着担忧光芒的眼睛 再次醒来 我已经躺在医院 身体发麻 妈妈眼睛红肿 又哭又笑 老沈 咱儿子终于醒了 爸爸快步走到床前 脸色沧桑了许多 醒了就好 他盯着我 一直重复这句话 眼睛的泪水 无意识流出来 恐怕我爸都没发现 爸 妈 我睡了多久 我挣扎着想起来 被我妈阻止了 三天 我妈勉强笑笑 可惜那地方没有监控 我和你爸找不到伤害你的人 已经错过考试了 我心里莫名失落 不就是常保送考试吗 还有高考 高考不行 还可以再来 爸爸安慰着我 妈妈一巴掌拍到他肩膀上 说什么呢 儿子高考肯定行 对对对 看我这嘴巴不会说话 爸爸连忙道歉 他们用轻松的互动 在安抚我 这样好的家人 今生我定要好好守护 爸妈 你们放心 没有保送 我同样考得上清华 我很自信 上辈子要不是狗男女的陷害 就凭我自己的能力 怎么可能考不上清华 我知道凶手 但就像我妈说的 没有监控证据 连立案都做不到 不过 我还是决定 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 不能让柳如烟付出代价 总要让爸妈 警醒这个恶毒的女人 简直是太可恶了 爸妈又震惊又愤怒 还没等他们想要去 找老柳家的麻烦 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爸妈对视一眼 恍然大悟 是几天前就你的女孩子来了 我妈微笑着 病房门被打开 一个穿着淡绿色长裙 头发披肩的女孩走进来 她落落大方 一双黑褐色的眼睛如星河 是她 我心脏怦怦直跳 气 柳如烟是我的噩梦 那面前的人 就是照亮我黑暗人生的 遗数阳光 她叫观诗诗 是学校里的校花 年级第二 也是我这次保送名轮的 强烈竞争人选之一 前世 柳如烟杀害我父母 又把我送进重症监护室时 使她出面保护我 才让我活了下来 我和她明明没有交集 她却愿意为我奉献一切 为了让我脱离苦海 她和柳如烟不停交锋 她创办的公司自断前程 送了的大项目给柳如烟 柳如烟只是欺骗她 转身就毫不犹豫地 拔掉我的氧气罩 命运兜兜转转 她又救了我一次 我的眼睛湿润了 看着她慢慢走向我 你没事吧 观世事担心地望着我 她洁白的脸庞像是天使 我有些自行惭愧 没事 谢谢你我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 就算要报答 也不能将她牵扯进漩涡中 不用谢 我想身为同学 不管是谁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更何况那是你 观湿湿落落大方 笑容纯洁 她眨眼时 我的心跳加速起来 沈廷君 快点好呀 不然我就超过你了 她和我爸妈道别 转身离开时 又温柔地看了我一眼 我呆呆地望着 半场没有回神 爸妈作为过来人 自然懂得我和她之间的气场 哎呀 那女孩真漂亮乖巧 我听说她成绩还好 听君 你说这么好的女孩 以后嫁给谁啊 我红着脸 没有回答爸妈的打趣 那女孩比柳如烟强多了 要是以前和她家做邻居就好了 我妈叹了口气 说完又怕刺激我 小心地望着我 我盯着病房的门出神 柳如烟不会再激起我的怜爱 更不会影响我的心情 我和她只剩下仇恨 半个月后 我做了全身检查 医生说没有问题就出院了 回到学校 班主任很关心我的状态 一直在安慰我 我心中很感动 前世班主任知道我的遭遇 动用所有关系想要帮我 却没想到柳如烟丧心病狂 买通守着病房的人 偷偷摸进去把我的氧气罩摘了 让我活活窒息而死 不知道我死后 柳如烟会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班主任见我状态不错 放下心来 就该这样 不保送也可以上好大学 老师相信你的实力 回到教室 上课铃很快响起 班主任进来时 拍手示意大家安静 今天我们班要多个新同学 他叫关诗师 相信大家都对他有印象 让我们欢迎关诗师同学 加入我们班级的大家庭 在掌声中 一道迭力的身影走了进来 他今天只是穿着校服 头发高高竖起 但却遮掩不住他的功辉 班上的男生嗷嗷叫 没有想到女生会跟他们一个班 我叫关诗师 请大家多多关照介绍完后 班主任让他自己选个位置 男生全都紧紧盯着他 想要受到青睐 但他接下来的话 让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老师 我想和沈亭君一起做可以吗 班主任愣住 在我和关诗师两个人间不停地打量 我一直是万年老二 沈亭君同学学习很厉害 我想和他多学习 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班主任了然地点头 成绩好的学生 都有自己的傲性 想要追赶比自己厉害的人 无可厚非 最重要的是 班主任相信我和关诗师 不是胡来的人 于是答应下来 我顶着班上 男生羡慕极度恨的眼神 看着关诗师 慢慢走来 坐在我的旁边 你不是保送了吗 我鼻尖萦绕着他的体香 不太敢指示他 高中三年 不管什么考试 都是我第一 他第二 学校的保送考试 没了我在 名额肯定就是关诗师的 我放弃了保送名额 他露齿一笑 高考骂 人生必须得经历一次 更何况 我对自己有信心 他的勇气 我佩服 接下来的日子 是日复一日 枯燥的考试和复习 有关事实在 我总觉得 复习事半功倍 我擅长理科 他擅长语书外 每次都能在某道题上 从不同方面 提出新的见解 枯燥的复习 都变得有意思起来 我开始期待 每天和他一起学习的时间 在快乐的时光里 总有些狗屎会出来捣乱 那天 我和官事师在操场碰到了柳如烟和李峰 爸 柳如烟变化大到不像是同个人 他穿着黑色包囤裙 下面到膝盖处掉着金属的流苏 头发染了的红色 嘴巴上打了的纯钉 靠在栏杆上吞云吐雾 他时不时弄弄自己的头发 用眼睛屁腻来往的人 一副大姐大的模样 而李峰则搂着他的腰 身后站了好几个小弟 他们有说有笑 周围的烟雾把人全拢罩进去了 平时李峰他们不会来操场 我心里警惕 感受到官事师的害怕 将他护在身后 回教室要必经的路 没法让我换到 等走近了 柳如烟突然走过来 沈亭君 他踩着短靴 咔他作响 我听说你没得到保送名额 怎么会这样 太可惜了 他声音沙哑 不复往日的清澈 我心里涌起怒火 那日杂晕我的 就是柳如烟 我没得到保送名额 原因是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居然还在我面前装傻 不可惜 我已经知道是谁故意伤害我 等找其证据 柳如烟 你说我会做什么 我悠悠问道 呵呵 我怎么知道柳如烟 心虚地左右看 当然是把他送进监狱 你疯了 柳如烟吓了一跳 几个混混立马跑到他身后 呵斥着我 你吓唬我们大嫂 赶快道歉 不然别怪兄弟几个不客气 他们身上不知道多久没洗澡 加上无时无刻不再抽烟 我都快被抽晕了 李峰站在原地看好戏 双手撑在栏杆上 不怀好意地笑 他原本被抓进橘子 少说要进几天哨馆所 却被柳如烟 借着家里的人脉保释出来 李峰叼着烟 喂 你欺负我女人 活得不耐烦了 我冷笑声 谁欺负谁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你们不会以为 在操场就没监控吧 只要你们动我一根手指 就等着进橘子吧 李峰脸色一黑 看向我的眼神 恨不得把我吃了 气氛一度紧张 柳如烟咳嗽了两声 打了圆场 好了 沈亭君 我找你帮个忙 他脸上写着理所当然 差点让我气笑了 尤其是他说出具体的事情时 我没忍住扑斥一声 谁给你的勇气 让我自毁前程 帮你考试作弊 死心吧 我不会帮你们的 我的拒绝 激怒了柳如烟和李峰 可我不怕得罪他们 不过是群指老虎 浴火则燃成灰烬 柳如烟眯着眼 沈亭君 你可想好了 我和你的交情 还不能让你冒险吗 抱歉 我们没关系 我下意识回答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可能是担心身后的人误会 柳如烟一再被我下脸 早就绷不住了 眼神跟脆毒般 死死盯着我 他似乎有所顾忌 不敢在大庭广众下针对我 行 你有种柳如烟讽刺一笑 颇有大姐风范 别有求我的那天 他说完 转身走到李峰跟前 两人立马像发情的狗 啃咬起来 十分默契地看着我 好像在炫耀什么 旁边的小弟嘻嘻哈哈围着 气氛热烈 我趁机带着官司室离开 等回到教室 里面空无一人 现在是吃晚饭的时间 大部分人都在食堂 剩下的可能在校园某个角落散步吧 我感觉指尖微动 转过头就看到官司室 害羞的表情 原来是刚才太紧张 我一直都拉着他的手 手心软软的触感 让我从脖子红到耳根 那什么 你刚才没吓到吧 我不是故意牵你的手 我有些语无伦次 松开手时 官司室好像有点失望 没什么了 如果是你牵我的话 我会很开心 就像以前一样 你总会把我护在身后 观湿湿咬着唇 忐忑地看着我 沈廷军 你还记得我吗 就 从小 我的目光都追随在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力满足 他要裙子 我就存钱给他买好多好看的衣服 他想去旅游 我就背着爸妈取出定期的存款 带他去迪士尼 上海滩 他说喜欢某个挨披盲盒 我就到处去集齐一整套 只为换取他的笑颜 我为了柳如烟摔过腿 挨过打 受过饿 同时 我也失去了自我 对从前的记忆 都被柳如烟的脸和身影占据 原本的一段家园 现在成了埋在心底的刺 成了折磨我的力气 官司室失望 我没有想起来 忍不住提示 游乐园 小狮子 还有我 你就是那个女孩 我脑海里突然想起十年前的某天 七岁的我 在柳如烟的忽悠下 揣着几百块的压岁钱 跑到游乐园 柳如烟说 他就是被魔仙女王压榨的玲珑 我就是游乐王子 所以我要和他一起私奔 免得长大后被魔仙女王拆散 我完全相信他的话 但到具体约定的地方 柳如烟却迟迟迟不来 晚上本就夜深露水中 我又饿又冷 还担心自己走开 他找不到我 直到我听见一声乌液的抽泣 顺着声音 找到了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 他手里拿着小狮子的玩偶 表情无错 你怎么了 我好奇看着他 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小女孩见识自己的同龄人 立马哭得不能自已 了解后知道 小女孩父母平日很忙 今天是答应给小女孩过生日 带他来游乐园玩 可他在家没有等到回来的父母 决定自己出来找他们 那你还记得家在哪儿吗 小女孩无辜摇头 小小年纪的我 故作老成的叹气 我陪你一起等你的爸爸妈妈吧 我带着他走进游乐园里的甜品店 两个人点了一堆吃的 就坐在温暖的店里等着 后面还是甜品店老板知道情况 找来警察 随之而来的还有小女孩的爸爸妈妈 离开时 小女孩紧紧抱着我 哥哥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找爸爸妈妈 我以后能找你玩吗 我答应了 还告诉他我家的地址 但后面 还没等到小女孩来找我 我家就搬走了 那天我独自回到家中 爸妈急得差点报警 至于柳如烟 早就呼呼大睡到了天亮 我问他为什么没赴约 柳如烟敷衍的皱眉 我只是开玩笑了 沈廷君 你好较真哦 到现在 我才知道上辈子没有交集的人 为什么会拼命救我于苦海 为了那个没有实现的承诺 为了重新相见 命运真是奇妙 我视为珍宝 满心满眼的人 是害我家破人亡的毒瘤 一次偶遇帮助的人 却是我未来人生中的贵人 观世诗从没有忘记找我的承诺 他很早就找到我 想要找个恰当的实际相认 可我的眼中只有柳如烟 让他失落的同时不敢过来打扰 高考竟在眼前 观世诗想最后努力一次 他鼓起勇气 想要问到我决定报考的学校 不曾想碰到我被人砸晕 他毫不犹豫地出声 吓走加害我的人 观世诗的眼睛里带着强烈的光芒 那是期待 我低下头 逃避回应他 现在的观世诗 不就是从前的我吗 为了心里珍藏的那个人 不断地去讨好 去付出真心和爱意 我不想让他失去自我 围着我打转 失去身边的美好 先学习吧 我干巴巴地说了句 教室里气氛沉闷 观世诗捂着嘴 转身离开 我攥着笔 没有去追 聪明如他 怎会看不出我的委婉拒绝 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拒绝 让我再也见不到他 是 晚自习观世诗没有回来 之后的几天 一直到考试 我都没再见到他 考试当天 学校广播响了 柳如烟和李峰作弊被抓 记了大过 在我的学校 作弊是很严重的 尤其是高考模拟考 学校抓得更严 教导主任叫来他们的家长 严肃说明这件事 后面我得知 那天下午 办公室外面 发生了激烈争吵 柳如烟不听父母劝告 非要和李峰谈恋爱 还和李峰逃走 跑出去同居 李峰的父母是个老赖 万事不管 这次叫家长 根本就没来 学校鉴于 李峰在高中以来的作风 累计犯的错 决定强制让他退学 柳如烟 有他爸妈求情 暂时保住了学生的身份 在家的我 听到隔壁激烈的吵闹 是柳如烟回来 要求父母找关系 不让李峰被退学 他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摔门而出 正好碰到去超市的我 就算李峰被退学 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柳如烟恶生恶气 我翻了的白眼 放心 我看不上你 以后桥归桥路归路 走在路上都当对方是陌生人 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番话 一时间气得嘴唇发抖 身后是自己爸妈的谩骂 面前是从前的舔狗的鄙夷 柳如烟跺脚 运毒地望了我一眼 跑走了 超市里 我买完东西经过饰品区 看到了个小狮子玩偶挂件 我的脑海里 马上浮现出关湿湿的脸 上次我拒绝它 是害怕它变成我从前的模样 再加上现在是高考 早恋会影响学习 后面我发现 拒绝说不定还是会影响它 不如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可是 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自那天晚自习后 官司师没有回来过 模拟考成绩出来 我毫无意外地全校第一 各科接近满分的成绩 让班主任很是欣慰 我还在担心着官司师的状况 课间操的时候 我找到班主任问明情况 你说师师啊 班主任恍然大悟 他已经和父母出国了 听说申请的是哈佛大学 原来官司师早就有申请国外大学的资格 但他一直没放弃我 他的父母帮他申请过关后 催促他去国外读书 官司师却想得到我的回复 留在家里不走 还和父母吵了一架 几天前我的委婉回避 让他伤透了心 他那天晚上回去后 在家里哭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 就答应和父母出国 知道真相后的我 呆站在原地 鼻尖开始发酸 心里闷闷的 站在和他走过的地方 似乎还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淡淡菊香 我望着远方的天空 感觉失去了很重要的人 在家里我也提不起静儿 只好逼迫自己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早上五点起 晚上一点睡 整个人很快就憔悴起来 爸妈看到后 忍不住叹气 妈妈更是红了眼 是我不好 如果没有当年的娃娃亲 你就不会和柳如烟有这段孽缘 宝贝 别折磨自己 你想去医院探望柳如烟 妈妈带你去 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 柳如烟怎么了 爸妈仔细说了经过 柳如烟上次和李峰开房 又被小混混玷污后 怀孕了 他自己不知道怀孕 李峰退学后 还专门举办了的聚会 和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喝上头后 把柳如烟抛起来玩 不知道是哪个兄弟喝多了 手不稳 柳如烟摔下去 肚子直接撞到桌脚 当场流产 要不是KTV服务员送果盘 发现不对 叫了救护车 恐怕柳如烟早就没了 柳爸柳妈原本说 要和女儿断绝关系 知道消息后立马去了医院 这件事太丢人 爸妈本来不会知道 也是巧了 柳妈妈大早上得知后 又闹又哭 我爸出去买早餐 听了个正着 在稍微打听下 就了解清楚事情 我的反常 正好和柳如烟出事的时间相同 爸妈就以为 我是为了柳如烟想不开 所以才 我一事无语 我不是因为柳如烟 就算柳如烟在我面前自杀 我都不会帮忙叫救护车 爸妈疑惑了 那是因为什么 我对着父母关怀的眼神 忍不住动了动猴姐 我 不是想考清华吗 最近压力太大 爸妈释怀地笑了 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样的 不愧是我儿子 儿子 压力太大 要不要出去玩玩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听着他们的关心 我心情好了很多 没事 爸妈你们去忙吧 我还有几套卷子没写完 知道我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后 爸妈每隔一小时 都会轮流上来叫我休息会儿 我骗了他们 官司是出国后 带走了我的思念 我也明白 与其在原地念念不忘 不如主动做出选择 她知道我要考清华 我要在那等她 如果有缘分 说不定还能再见 依依依 心动是橘子的酸甜 官司是离开后 我心情低落了很久 那是种常年雨天的苦闷 阴冷潮湿 却不会致命 幸好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只是没有它在 学习也变得枯燥起来 但我不敢放松 高考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困难就在于坚持上面 我重活一世 之前的难题 我还记得大致题目 可很多细碎的知识点和考点 需要我专注地去功课 尤其是语文和英语 一个要长期积累文化素养 一个要多听多看多练 都是需要坚持的科目 数学和理科则简单得多 掌握了高中知识点 就不怕做不出来题 前世我失去保送后 也没放弃高考 我的努力学习 在柳如烟每天的怨怪和发泄中被破坏 高考当天又给我下了歇药 本来就紧张到我 等不到做完试卷就出了考场 喜而易见 我最后只考了个211高校 但今生 柳如烟和李峰私奔同居 再也没办法影响我 至于这辈子 让我无法参加保送考试的仇 我也不会忘记 我以为 还要等到高考后 没想到报酬的机会 来得这么快 我原以为柳如烟流场后 会住院很久 第三天在学校看到脸色惨白的她时 我都不敢相信 李峰今天到学校来拿东西 被柳如烟缠住 我不要和你分手 李峰 我真的很爱你 柳如烟趴在地上 抱着她的腿 她哭得不能自已 谁让你爸妈要找我兄弟的麻烦 李峰不耐烦 我不能不讲义气 不就是流产吗 搞得我兄弟像是杀人一样 都是你自己不小心 害得我兄弟怪我听听 李峰的发言多渣啊 但就算这样 在柳如烟心里 李峰都是有苦衷的 我知道 可能是我怀孕长胖了 我不怪你兄弟 李峰你就原谅我吧 我马上让我爸妈撤销立案 好不好 那你尽快 李峰皱着眉 柳如烟还以为他们和好了 连忙从地上起来 因为太急了 还牵动了痛楚 脸上有些扭曲 亲爱的 你带我走吧 我不想在学校里 李峰邪媚一笑 我跟你没关系了 你想不想在学校 和我有什么事 烟烟 我不是很想跟你分手 但我妈说了 你流产这么严重 以后肯定不能再生儿子 我李峰怎么能没中呢 李峰说完 还催着柳如烟 尽快撤销对他兄弟立案 自己则潇洒离去 柳如烟一边哭嚎 一边追上去 在校园里上演了 你是疯我是杀的话剧 让学校的同学看了个热闹 唏嘘看着往日清纯的艺术斑花 柳如烟曾经有不少的追求者 现在都纷纷嫌弃远离 有些人还同情看着我 毕竟我从前的舔狗形象 也是深入人心 我看着柳如烟撕心裂肺地哭 像是在祭奠他死去的爱情 分手 他们怎么能分手 他不是想和李峰在一起吗 我选择成全他 让他们一辈子不分开 凭借上辈子的记忆 我知道在哪可以找人带他 我戴着口罩 穿了身大一码的封衣 把自己遮了个严实 然后在某个酒吧里 把两千块钱和纸条塞到酒保手里 他给了我个OK的手势 他们动作很快 第三天我就听到李峰在外面 招惹了不该惹的人 李峰的手被打折了 正在医院救治 我用小号在某如烟的班级群把消息发出去 站在房间的窗口向外看 很快 某如烟就从某家冲出来 急急忙忙地跑向小区外 下午的时候 某妈被急救车带走 哎 养这么个孩子真是造年 我妈叹口气 和我爸吐槽 某如烟知道李峰受伤后 和他妈妈起了冲突 非要拿钱去找李峰 某妈妈不同意 某如烟居然把人推到在地 抢走了所有的卡核钱跑了 听说一共得有个七八万了 我听得扎舌 却不觉得意外 某如烟的狼心狗肺 我上辈子就有所领教 再次见到某如烟 离高考不到一个月了 每天中午 我习惯到校外的某家小炒店吃饭 今天的校门口格外热闹 某如烟和李峰搂着 嬉笑地点评来往的学生 看来那几万块 让他们生活得很好 我不想和他们多纠缠 打算绕过去 但他们好像就是冲我而来 直接将我拦住 十二 李峰挑衅地打量我 比一一笑 就是你 总是纠缠我老婆 我很无语 可看清李峰眼底的很辣 我陡然明白 李峰对我有着嫉妒和厌恶 上次保送考试 他借着不光彩的手段 让我失去名额 这次 李峰想顾忌重施 若是我被激怒 他正好找借口揍我一顿 某如烟 就是他利用的对象 可笑的是 这个女人 还在旁边沾沾自喜 用黏糊恩爱的眼神 盯着李峰 看什么看 再看我老婆 老子把你眼睛挖掉 李峰推了我一下 他身后的弟兄 像是得到信号 纷纷围过来 敢基于我大哥的女人 活得不耐烦了 大哥 这臭小子敢骚扰大嫂 就是欠教训 李峰呵呵笑起来 沈廷军 要不让跟我去巷子打一架 赢了 女人归你 输了 你就自己费了你自己的右手 敢不敢 他扬起下巴 挑衅十足 我是傻逼吗 为什么要答应 无理弱智的要求 可能李峰武侠小说看多了 还以为自己哭得很 不对 还有柳如烟正用心性眼 看着她的男人 我抿着嘴不答话 柳如烟在李峰的示意下 自豪挺起白花花的胸脯 虽然你平时跟在我身边 像个舔狗似的 不过你要是赢了我老公 我就陪你玩玩 但是你要有自知之明 你就算得到了我的人 也得不到我的心 我想掏掏耳朵 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 柳如烟居然下践到这种地步 再也没了从前的自尊自爱 我后退几步 眼中闪过嫌弃 李峰立马推了柳如烟后背一把 她不稳地向前走了两步 她立刻领悟李峰的意思 把我紧紧抱住 红色的唇在我脸上 勃梗上映下 我突然只觉得一阵反胃 偶地吐在了她的身上 柳如烟尖尖叫跳开 看着我的眼神仿佛脆了毒 仇人的手将我抱住 让我想起前世父母的背 也是这双手推下高楼的 她的嘴唇触碰到我的肌肤 和前世在我耳边低语时擦过的触感一样 我恶心 悔恨 恨不得直接掐死她 李峰反应过来 声音尖利中带着雀跃 找死 敢亲我老婆 兄弟们 她哪只手碰过我老婆的 就给我废了 几个人将我禁锢住 李峰拿着一根手臂粗的棍棒 正在看从哪个角度打下去好 我心中愤怒又无力 她果然想废了我 因为同样是男人 我生活美满 学习成绩好 她就嫉妒到想毁了我 李峰的小肚鸡肠 柳如烟终究会自食恶果 但他们都不知道 命运早已经安排好筹码 我重获一世的代价 会从他们身上取来 李峰高高举起棍棒 柳如烟捂着眼睛 洋装害怕 实则那手缝露出的眼珠 是难掩的兴奋 棍棒还没落下 警笛声响起 束缚我的混混 立马跑了个干净 我利落躲过落下的棍棒 看着完好的右手 松了口气 同时 学校门口跑出来一堆老师和领导 李峰和柳如烟 逃无可逃 算你走运 下次再骚扰我老婆 看我不同死你 她高道说完 拉着柳如烟想离开 等等 我冷漠出声 你不会以为 你走的了吧 李峰眯着眼看我 你说报警 我一没让你受伤 二来是你先招惹我女人 我怎么都占领 沈廷军 别多事 你要敢找我查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后面那句话 李峰说得低沉阴狠 我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 但李峰忽略了一件事 高考前夕 他在学校门口公然恐吓威胁 还指向明确地要打断我的右手 校门口的监控 还有来往的学生 都是证据 再加上我作为学校的尖字生 清华通知书有力的竞争者 学校领导绝不会姑息 他们会帮我 将不利因素扼杀在摇篮里 果然 警察走过来时 教导主任主动去交涉 主任已经从周边的学生中了解到详情 对李峰这种社会败类早就厌恶至极 他强调了黑势力和高考的重要性 警察直接把人带走 李峰挣扎着 你们凭什么抓我 这是我和他的私事 我冷冷地看着他和柳如烟被拖上警车 后来我爸接到消息 和我妈狼狈跑到学校 看到我毫发无伤 悬着的心才放下 不提高考的重要性 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 李峰的行为 彻底让我爸生起怒火 他直接去警局 要求严惩挑逝的人 保证我高考的安全 至于柳如烟 爸妈都没打算原谅他 哪怕柳爸柳妈亲自上门 差点跪下恳求 都让我爸给轰了出去 后面柳爸柳妈应该是找尽关系 才把柳如烟给捞出来 那时 柳如烟已经被关了半个月 本就岌岌可危的成绩 他就算赶上参加高考 也考不上好大学 加上柳如烟执拗不悔 天天吵着要柳爸柳妈 把李峰也捞出来 柳爸柳妈 一气之下 要和他断绝关系 把柳如烟赶出家 重重甩上门 我从窗户看得十分清楚 心里快一急了 柳如烟是真的对李峰 一往情深 还是没有退路 只能借着爱情 掩盖自己的悲哀 不管原因如何 我只看他现在的下场 被父母抛弃 居无定所 没有未来 再加上李峰和他的极品亲人 柳如烟绝对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我已经无需再将心思放在他身上 只等着高考完后 他的报应就会降临 十三 高考来了 前一天晚上 我接到了个陌生电话 我听到电话那头 是女人音音的哭泣 那熟悉的声音 和病房里虚伪的假哭重合 是柳如烟 他打电话过来的用意是什么 我并不想知道 早在他打晕我 让我失去保送资格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出选择 后面再怎么挣扎 都是徒劳无功 就让他和李峰 互相折磨 过一辈子吧 高考当天 我爸害怕出意外 坚持送我去学校 一连三天都是如此 没有混混找茬 没有谢要暗害 因为李峰 学校周围的警戒 都严格了许多 我的高考很顺利 出考场后 我一眼就看到人群中的父母 他们捧着向日葵 祝我毕业快乐 我和父母的笑容 定格在高中校门前 前世我上的学校很普通 算是211里面垫底的存在 但这次 我不用多说 爸妈就知道我考清华文了 我的模拟考成绩 加上我高考发挥稳定 我爸坚信 我是老沈家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人 他和妈妈早早在家族群里发了邀请 打算拿到通知书后 给我举办状元宴 优秀的人总有些特殊待遇 高考成绩还没出来 上面顶尖高校就早已从某些渠道得到消息 一个个电话打来 北大中大都承执邀请我 提出许多诱人条件 但我心仪的大学还是清华 只因为官司是知道我会去清华 定下学校后 高考成绩出来 我以741的高分成了省第一 所在室都轰动了 学校的横幅挂在门口 还举办了个颁奖仪式 市里和学校一共奖励了我30万块 当地的新闻记者还专门来采访我 这些都只让我心情愉悦了那么一会儿 我走到熟悉的教室和座位 仿佛能看到官司是扬起头 冲我灿烂一笑 心里酸涩和思念涌出 我真的好想他 其他同学走进教室 看到我纷纷送上祝福 他们的成绩都还不错 至少能上个普通本科 同学谈笑间不由地说起聚会 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 我们先去吃了饭 后面又去了KTV唱歌 在那里 我见到了柳如焉 许久不见 他的气质又发生了变化 如果高考前 他是明目张胆的恶 那么现在 他就是虚伪阴冷的毒蛇 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爱情 酒吧大厅有卡座 柳如焉他们在坐显眼的位置 他岔开腿坐在李峰身上 和他激情拥吻 旁边热烈的欢呼 灼热的视线都像是他的兴奋剂 他抬起头和我的视线对上 震惊 诧异 不屑 他眼里复杂的情绪太多 明明还是同一张脸 我却察觉出了他的沧桑 刚成年 还沉浸在爱情的女人 怎么会沧桑 那种熟悉的感觉 让我猛地产生了一个 不合时机的猜想 十四 柳如焉已经朝我走来 他风情万种 摇曳多姿 好久不见 出去聊聊 选择权在你 不过你的同学 看起来都挺好玩的 我双手钻拳 跟着他到了酒吧外面 柳如焉熟练的家启焉 他邪腻着我 轻蔑 不屑 是他 我永远忘不掉 他的神态和眼神 那个病房里的 不断折磨我的柳如焉 残忍杀害我的柳如焉 他 重生了 柳如焉看我呆站在原地 无趣地撇嘴 沈厅君 我知道你跟我一样 以前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 我不希望你再找李峰的麻烦 懂 他仰着下巴 姿态高傲 一如既往的目中无人 要是我说不能 呵呵 前世我能杀你 现在同样可以柳如焉走近我 手指在我胸前点了点 我感觉身体的站立 痛苦绝望的负面情绪 席卷而来 他手段残忍的折磨 阴冷狠毒的侮辱 像无数个窒息的瞬间 将我淹没 柳如焉察觉到我的情绪 肆意大笑 怕了就乖乖的 狗可不需要做人 你也别想着反抗我 他拍了拍我的脸 我板着僵硬的脸 将他的手打掉 清脆的声响 唤醒了我的理智 现在的我 不是前世那个 无力反抗的残疾 狗说的是你自己 把我冷漠的回奉 柳如焉愣住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 你居然这么说我 我吃笑了声 想想你这辈子做了什么 和李峰私混 高中都没毕业的人 拿什么威胁我 这辈子 我和柳如焉 退了娃娃清 自己又努力考上清华 父母没和柳家合作后 生意更上一层楼 柳如焉呢 原本清纯 才女艺术出身的他 现在连高中毕业证 都拿不到 更别说在社会上 取得什么地位 前世他手握我的家产 加上艺术高校毕业 还有人脉和官司师抗衡 可人脉 资源 财产都是我给他的 他以为是自己努力得来 所以现在有底气和我叫嚣吗 真是笑话 柳如焉抿着唇 神情不悦 学历算什么 凭借上辈子的记忆 我很快就能集聚一大笔财富 进入上流社会 到时候 整夸你不是轻轻松松 好啊 我等着我耸耸肩 表示不谢 真要是这么简单 那有点头脑的人重生了 不是能统一世界 柳如焉变脸很快 他露出一抹甜蜜的微笑 我不和你吵 老天怜悯我的苦心 让我回来和李峰再续前缘 相信他今生活着 我能和他生活得很幸福 我一时无语 实在跟没脑子的人 没什么说的 转身要回去时 一道身影马上跑出来 他把柳如焉抱得紧紧的 示威地看着我 老婆 你去哪了 让我好担心 臭小子 都说不要再纠缠我老婆了 你找打是不是 他举着拳头 恶狠狠地盯着我 派出所之行 并没有让李峰多收敛 反而成了他潇洒的徽章 柳如焉可能忌惮 我之前说的话 他按着李峰的手 老公 我没事了 他在我眼里 跟条田狗没有区别 柳如焉的话 让李峰心情很好 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 阴侧侧地警告 听到没有 再让我见到你 单独和我老婆在一起 我就打断你的腿 让你真的变成一条狗 李峰斜斜地笑出声 他自以为帅气 甩了甩他那头 黄不拉击的头发 搂着柳如焉进了酒吧 前世李峰的死 另有蹊跷 我花费重金 调查多年前的真相 好不容易知道了 还没等我把消息 告诉柳如焉 就接连传来 父母坠楼的噩耗 在去医院的路上 柳如焉找人 把我撞成残疾 我连父母最后一面 都没见到 心里的恨意越来越强 如果这辈子的柳如焉 还算是无辜的人 那当他重生回来 灵魂合一时 我必定要他 为之前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回到酒吧包厢 和同学们唱歌喝酒 直到快十二点 大家才纷纷道别 之后父母为了奖励 我考的好成绩 决定带我去三亚旅游 十五 碧海蓝天 沙滩阳光 海警房给这场旅途 增添了不少美妙的回应 我们痛快地玩了半个月 都要乐部四数了 还是父母早先订好的宴席 要到时间了 才念念不舍地回去 晚上到家 爸妈先去洗漱 我想到家里空荡荡的冰箱 打算去二十四小时便利店 找点吃的 刚打开门 就看到柳如焉 站在外面 他穿的路骨 锁骨处 闻了个骷髅头 回来了 他挑眉 静止推开我走进去 他坐在沙发上 十分放松 好像这就是他的地盘一样 你来干什么 我皱着眉 柳如焉低笑两声 怎么 我想来 还需要理由吗 他翘起腿 原本就短的裙子 差点让下面一览无欲 过来柳如焉招招手 神情傲人 我冷笑 李峰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发骚吗 柳如焉表情垮下来 做小狗就要乖乖听话 懂 他还以为 我是那个让他掌控在手心的人 任凭他肆意玩弄 傻逼 从我家滚出去 我不想和他多纠缠 柳如焉愤怒站起身 他抓着我的衣领 别以为考了个状元就无法无天 我你还惹不起 上辈子你爸妈好像是坠楼死的 这辈子换个死法 火再怎么样 我气得发抖 贱人 居然敢拿我最在乎的人威胁我 他被我的表情逗笑了 松开手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还是和以前一样 跟个小狗似的 随便逗逗就吓得半死 行了 我找你也不是为了晚 给我三十万 我就让你安生段时间 我面无表情 柳如焉眨眨眼 三十万都没有 我记得你奖学金正好是三十万 以前我要什么你都给 现在区区三十万都不给我了 沈亭君你的爱挺廉价的 我简直要气笑啊 爱廉价吗 我的爱实在是太值钱 才会让柳如焉 嚣张地找上门 他以为害死我父母 害死我之后 我还能不报复他 对他言听计从吗 柳如焉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算计着我有的东西 就想收入囊中 这次是三十万奖学金 下次就是我父母的房产和积蓄 他还以为我是从前那个在乎他的傻小子 可惜 这辈子不仅我不会再围着他转 就连他心心念念爱着的李峰 都不过是利用他而已 你脑子有毛病吧 给我滚我不耐烦到 柳如焉无所谓的笑笑 给我三十万 我就走 本来你的东西就是我的爸妈听到楼下的动静 连忙下来 柳如焉的话 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没有什么时刻 比现在要后悔当年酒后脱口而出的娃娃亲 呀 爸妈你们好啊 柳如焉忘了改口 他自以为端庄热情地打招呼 我妈见他如此恬不知耻 直接上去甩了两个耳光 声音响亮地让人心里爽快 柳如焉用阴狠的目光盯着我妈 被我和我爸挡住 我到你家是给你们面子 别给脸 啪 这次是我爸打的 他面容亲子 给我滚 男人力气大 柳如焉被甩得头晕眼花 还没等他发怒 我爸直接拽着他把人往外一推 砰 门狠狠关上 防止柳如焉在外面打扰我们休息 我爸直接打电话给柳家 让他们把人领走 不然别怪他报警了 哼 老柳有这么个女儿 也是家门不幸 我和爸妈听着门外的争吵和惨叫 心里舒服多了 十六 第二天大早上 我被听听框框的声音吵响 柳家又发生了新的争吵 滚 老子没你这个女儿 柳爸咆哮着 柳如焉身边滚落了许多东西 他站在门外 眼神阴侧侧 行啊 两个老不死的 我以后发达了 你们可别凑上来 两次柳如焉都觉得他父母是个累赘 早就不想搭理他们了 他离开后 柳爸马上找人换了锁和密码 又透露出消息 打算把房子卖了和柳妈搬走 柳如焉这次是真的被父母抛弃 而这 不过是我计划的第二步 他现在无家可归 只能住在李峰家 牵扯越深 他越没办法逃脱 只等时机一到 报应的网就会将他牢牢束缚住 可能是柳家把房子卖掉 户主信息被剔除 柳如焉再也没到我家来找过麻烦 一直到升学宴 柳家专门来祝贺 想和我爸重新打好关系 我爸将人无设得彻底 只热情招待我的朋友和老师 后面柳爸放下礼物 灰溜溜地逃走 升学宴办得很大 别的班同学也来凑热闹 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柳如焉最近的消息 他住进李峰家后 不仅没过上他梦想的爱情生活 反而被李峰父母压榨得快成了中年妇女 再加上他之前的几万块钱早就用完了 李峰见他没了价值 动不动就拿他发泄心中的不满 并且还明目张胆地找小三 把人带回家 柳如焉崩溃了 直接和他打起来 李峰父母家小三都拉偏价 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 李峰的爸爸从窗户掉下去 当场死亡 李峰的妈气得脑中风 成了摊子 柳如焉被打个半死 要不是邻居不忍心 报了警 他恐怕早就没命了 现在天天被李峰强迫在家里伺候他妈 我举着酒杯 半天无语 某些同学有眼力见 立马打哈哈 说大喜的日子 不要说不吉利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我心情有多好多激动 柳如焉的报应来了 祝大家前程伺井 干一个 我笑得开怀 仿佛真的是为大家的前程高兴 他们见我恢复正常 松了口气 气氛慢慢热闹起来 还有三天 就是我去清华的日子 我早早买好机票 打算一个人踏上求学之路 父母强烈要求他们要送我去 说是感受下我学校的氛围 我没办法 只能又多买了两张机票 在走之前 我打算解决柳如焉这个毒瘤 我完全了解柳如焉 他不会甘心过上穷人的日子 要知道 前世他嫁给我成了富太太 每天的生活 除了看画展 就是消费 他肯定会想办法跑出来找我 果然 他在我小区外面蹲守 我一出去 他就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 沈廷军 求你原谅我 十七 柳如烟哭得泣不成声 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我真的后悔了 他用那双浸满眼泪的大眼睛 看着我 穿着白色连衣裙 十分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若是以前 我早就缴械投降 将她抱在怀中安慰 可现在看到她 我只会觉得恶心 一个口口声声 说为了爱情的女人 害死我全家 现在又匍匐在我脚下 诉说着悔意 她又怎么是爱里峰 又怎么是真的后悔 柳如焉不过是 彻头彻尾自私的女人 也许我还是在舔狗时 她有无数的后路可退时 她才会去追去 她所谓的爱情和刺激 我的默不作声 让柳如焉以为有了希望 她连忙问我 沈亭君 你还爱我对不对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爱里峰了 她就是个畜生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呵 我心中冷笑 李峰对于柳如焉来说 是个畜生恶魔 但她对我来说 难道就不是吗 就算是重生 也抹不掉我前世的痛苦 每当我看到柳如焉 就恨不得让她尝尽 我前世所经历的苦 想要摆脱李峰 做梦 柳如焉看着我面无表情 终于慌了神 从前她只要低下头 我就会万事依她 她尝到甜头 还以为现在我同样会如此 柳如焉慌了神 开始不停地恭维我 说爱我 同时把李峰贬低到脚下 沈亭君 我真的很爱你 以前是我不懂事 还以为追求刺激时爱 其实李峰就是个 垃圾畜生魔鬼 根本和你没得比 她嗓子突然卡住 从地上一跃而起 你想干什么 我举起手机 对着那头李峰说 都听到了吧 你女人现在就在 我小区外面 柳如焉浑身发抖 快挂掉 挂掉 她冲过来想抢夺 我的手机 可惜晚了 早在她来之前 我就已经和李峰 通了电话 我说要让她看清 柳如焉的真面目 没想到柳如焉真是配合 没等我去找她 她自己就找上门来 现在李峰恐怕就要到了 说曹操 曹操到 摩托车轰隆声响起的瞬间 柳如焉脸上的哀求 和装出来的爱意 全部消失不见 她看着我只有无边的怨恨 李峰潇洒走来 一如当年她对我说的样子 但现在 她心里早就没了爱意 剩下的是无尽的恐惧害怕 李峰拽着柳如焉的头发 见人 赶背着我找男人 真是荡妇 她啪啪给了柳如焉几巴掌 拽着她要上车 柳如焉极力挣脱 最后敌不过李峰暴怒的情绪 我欣赏着他们互相折磨 两张扭曲的脸 在我这里是最好的艺术品 真心祝愿他们两人能永不分离 一辈子锁死 我想 柳如焉为了逃脱李峰 也会选择杀掉她昔日的爱人吗 十八 清华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学术氛围浓厚 社团活动丰富 只是 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想起高中教师的沉默婉拒 我不是没有后悔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对不会再推开关试试 可她没有到清华来 我只能等 我相信 她会回来的 在清华 校园里都是各地的状元学子 我的优势 在这里得不到发挥 唯有谦虚学习 利用前世的记忆 将自己的家族企业发展壮大 时间匆匆 在大三时 我不想等下去了 我打算申请国外哈佛的研究生 她不回来 我就去找她 爸妈知道后 支持我继续求学 他们说 孩子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就算我出国求学 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照顾我 等我学成 再一起回国 不过我爸爱国 他也说 我学完必须回来报效国家 我自然是答应的 在我寄出申请书的那天 我得到了柳如烟的最新消息 他已经在监狱里死了 故事回到我去报道的大一上学期 也是李峰将要出车祸死亡的日子 这辈子 没有我的阻止 柳如烟无论如何 都怪不到我头上 但我想让柳如烟知道 李峰真正的死因 我把消息匿名发送给了他 上辈子李峰死掉 并不是为了找柳如烟 而是和小三在车里快活 没注意前面的卡车 直接被撞飞 死的时候 整个人血肉模糊 柳如烟得到的消息 是李峰父母传过去的 丑事自然会掩盖 再加上李峰父母 想把责任转给柳如烟 让他对他们养老负责 柳如烟信了 他疯狂报复他自己的爸妈 还有我和我的家人 今生我把消息发给他后 柳如烟发了疯的开着车 去找李峰 两人迎面见到对方 柳如烟也看到李峰和小三热吻 他一个怒火之下 违规转头换道 将车子狠狠地撞向李峰的车 幸好当时来往车辆不多 出事的只有他们两辆车 李峰当场死亡 柳如烟被判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二十年 他成了半身不随的残疾 再也走不了路 柳如烟死了 我心里激不起一点波澜 人死恨消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放下过去 追求自己的幸福 凭借优异的成绩 我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爸妈送我到机场 眼泪汪汪 儿子 去了那边要好好的 我妈擦着眼泪 我爸洋装坚强 放心 我会照顾好你妈 你就放心地去 我知道你出国是为了什么 明年回来 一定要把我儿媳妇也带回来 我脸刷得红了 同时 我的心跳动得很快 官师师真的会答应我 跟我在一起吗 还是我出国 只会看到他已经有了男朋友 想到这种可能 我心里酸酸胀胀 在过安检前 我听到了熟悉的呼唤 沈亭君 我转过头 官师师穿着白裙 外面一件黑色大衣 正朝着我挥手 他笑着跑向我 我下意识张开手 我们抱了的满怀 沈亭君 我回来了官师师 眼睛微红 我心跳加速 忍不住吻了他的嘴唇 诗诗 我找到你了 爸妈站在一旁 脸上带着慈爱的笑容 我的人生 从此幸福美满 全文完 诗诗 我 诗诗